小声谈天下 但是如果听到猫头鹰发出奇怪的叫声 这种声音就跟笑声一样的话 那也就预示着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有人去世 猫头鹰的叫声古怪多变 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如同猫头鹰那诡异的名声 在中国民间猫头鹰被当作不祥之鸟 有些人称它们为足魂鸟 暴丧鸟等 当作厄运和死亡的象征 而且每次听到猫头鹰笑 过不久真的就有人去世了 非常的灵验 其准确率真的很高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的老人都很忌讳 有一猫子在叫 为什么猫头鹰可以提前预知人的死亡呢 因为猫头鹰的嗅觉十分灵敏 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由酸碱炎组成的电解质 当人体快死亡的时候 电解质加速分解 也就是新陈代谢的分解速度 远远大于合成速度 这时就会散发出一种味道 就是腐肉的味道 猫头鹰闻到这种气味之后 就会飞过来寻找食物 当它能够闻到食物的味道 却找不到那块肉 就会发出焦急的叫声 而这也就是民间说的猫头鹰的笑声 农村的俗语都是经过古人的大量观察和总结的 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理有据 你们那边有这样的怪事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